開放萊豬進口曾引爆瘋狂反彈 歸的是政府至今 明明已經進口兩千多噸的萊豬加內臟 市面上民眾卻幾乎砍不到 翻開實料署規定 美國進口的活體豬 只要在台灣宰殺 產地就能寫台灣豬 而就算是用國外的豬肉 只要最終食品在台灣製造 也可以標示成台灣 在備注是美國豬肉就好 但這樣的法規 難道是說在台灣宰殺萊豬 每株疫苗就變成台灣豬 非常的駭人聽聞 比我們原本所能夠理解的 可惡要再加十倍 難怪我們進了這麼多的萊豬 可是我們在市面上完全找不到 原來它通通變身了台灣豬 讓我們吃下肚了 美國豬正因為在不同地方被載 國籍立刻就不一樣嗎 台灣進口萊豬到底去了哪 官員怎麼講 美國豬被台灣豬十指轉型 豬沒有活活進來 然後再把它載十指轉型 跟你們加工變成台灣豬 媒體質疑為什麼 明明還關進來 一千多噸的豬 美國豬怎麼 市面上都沒有 怎麼這樣子呢 沒有 你沒有看到 當然就沒有嘛 但是我們都有流向 我們都有流向 我們都掌握的 你們資料公布好嗎 公開的方式必須要做一些討論 網友怒轟 萊豬流向 可以標示成台灣蛋 而衛福部說會輔導業者標示原產地 但卻說沒有強制力 百姓不禁納悶 究竟還要吃多少標示台灣的巴西 滷蛋或茶葉蛋 實質轉型就是為了習產地 然後讓大家不知不覺 直接把萊豬也吃進去了 把過期待也吃進去了 把這些核食也吃進去了 你們這政府不是來抗中保台 根本就是來毒害台灣人的 蔡英偉一次又一次 萊豬毒不死 你在進核食 核食還毒不死 再來進巴西過期待 我們台灣人到底是欠民党什麼 你民党拿來煉鼓的對象 是不是 為什麼萊豬去了哪裡 大觀可以不公開 從萊豬到雞蛋 全民赫然發現民進黨發明的 實質轉型真是不簡單 記得張宰明是國豪 SMG小組台北報導